如果要投资的话 从这个因应这个气候暖化 气候变迁的问题 来看这个投资的标的的话 应该是不错的标的 因为我在想说河南都能够有 更进一步新的技术 而且很安全了 各额光只是一个电力的储存 应该没有这么困 对 但是也有人在讲说 当然很多再生能源的投资 好像也不错 再生能源将来要有很多的再生能源 包括台湾 包括世界 所以再生能源相关的公司 太阳光电包括它的材料 或者包括它的开发商 好像不错 风电好像也不错 但是我特别要提一下风电 台湾风电的政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基本上是需要很快速的去铺设离岸风机 但是我们又要求带动国内的产业 当然很好 两个都建顾 但是我们的产业还刚刚起步 所以就产生一个大问题 比较关心的 你跟地方的渔民的沟通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有些是说你跟国外的开发商的合作经验如何 就是它刚刚起步 但是我要快速的部件 这个比较风机 这两个会有冲突 因为我要带动它 那我就会这个要求这些developer 就是说那开发商 你必须要照顾到国内的产业 除了部件以外还要整实的完工以外还要考虑到这个 它就有风险 还有它的困难度 所以基本上你又要求它给它有风险 所以你要给它比较高的价格 那这价格呢一度电是5块8 在2017年的那时候的价格 给的价格 那离险的然后给的价格 那两个月之后的竞标是有两块半 是半价不到 那它是不需要有什么带动国内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做法当然对于消费者不利 因为电价一年大概要补贴 消费者要补贴500多亿 就那个量来讲的话 一年电价反应这个就要涨10% 这个是第一个书 第二个书呢就是developer照说是 这些开发商当然有好处 但是它有风险 因为这国内的产业啊 你要配合国内要带动它起来 但是国内产业呢 它有它的困难 或者它的quality不够 或它的能力呢有所不足 因为它刚刚起步嘛 所以它就有风险 它就会拖延 我要建厂完工的时间就会拖延 拖延的话 我的价格就不是原来的价格 还会被处罚 还要降价 对不对 所以它有它的风险 二书 三书呢是这个政府 政府要快速的布建 但是你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结果呢它的执行力又不高 前年执行力是零 离岸风机执行力 去年有22% 今年到目前是零 所以你再生能源的比重 没有办法快速的提高 我们现在才6% 四年前增加1.2% 离岸风机是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 太阳光电有空间的限制 土地有限 但是离岸风机照说比较有空间 但离岸风机政策有问题 所以造成呢 它的这个快速的布建就有困难 你就造成有缺电的问题 能源计划不能完成不是吗 那接着呢 很多的厂商需要绿电不是吗 现在绿电不够买嘛 供给有限嘛 那为什么离岸风机 我们那个第二波的 那个竞标的部分 两块半的 现在台积电跟他们全买 然后价格当然 给的价格不是两块半 一定更高嘛 但是没有量啊 那为什么没有量 因为你的政策有这个 有这样的两个要兼顾的问题 国内的厂商又有困难 带不上来 有这个问题 就三书啊 第四书是什么 照说有利的是 刚刚讲的离岸风机的这些公司啊 但是离岸风机相关的公司呢 股价曾经高到某一家 也到130吧 那现在跌到80块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交不出后来 时间到的时候 他答应有16座 他现在要完成几座而已啊 未来根本做不到嘛 甚至还要从国外帮忙 不是国内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力还不到 但是包了这个工程 他时间到了 他做不出来 有这样的风险 这政策上的错误 这个四书啊 第五支呢 贷款的银行 这有很大的风险 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呢 还打算 马上的九月底 第三波要开放 两倍啊 两千万千瓦的开放 这样的一个开放 还是要考虑到 要带动国内的产业 那应该开放啊 就不要有这个要求 你有这个要求 原来的部分就可以了 你不要再增加你那些 困难的量出来嘛 所以老师说的 第二波的开放是离岸风机 离岸风机 我们现在已经开放 有第二波的开放 2017年开始吧 第一波 然后两个月之后 有第二波 所以九月是第三波 第三波要开放 double那个量啊 所以也是要开放竞标这样子吗 它是现在是资格标 跟这个价格标 但是还是要求 这个标里头就要求说 你必须要带动国内产业 那这价格一定很贵啊 然后呢 将来又很大的纠纷啊 这个开放商会认为 你这个是 你那些 额外的这个要求 可能是 我可以不理你 你最重要的是交后的时间 那所以这个是有法律上纠纷的 会造成法律上的纠纷 那所以整个来讲政策上是 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 还要继续做下去 那我刚刚就是提到的这个 这些公司的话 看起来好像蛮有前途 但是你就注意到 他可能到期交不出来 这个不能完工 那可能会被罚款 罚的呢就是不得了 英语变成亏损 本来本业还有英语 真的变成亏损 又这个问题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 我趁这个机会就提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觉得 通膨这么高 然后呢 股市一直跌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想说有什么抗通膨 又可以买的标的 因为大家很热门就是在讨论什么 太阳能啦 绿电啦 离岸风机 所以赵老师刚刚讲的话 除电可以 是 然后可是太阳能 太阳能可以吗 太阳能的话 因为台湾的市场 虽然将来要部件蛮大的 但是主要还是国外的市场 那过去来讲是 大陆的竞争力比较强 那现在因为装美贸易战之后 那可能也给台湾一些机会 但是我看啊 就是说我们还要注意到 事实上是不是受费 而不是说一个概念 可能很重要 所以太阳能可能要观察一下 小心小心挑一下 绿色电力的部分 就是就是部件了 像是做一些太阳光电厂 做一些部件的 那照说是有利可图的 假定能够解决那些土地的起得 还有这些问题的话 照说还是有利可图啦 所以可能要去 这个部分就要去找 真的有找到土地 然后再部件的 会比较好 而且是真正的做得起来 这个有点难看 那个公司它到底有没有做起来 你看有没有利刃 从那边有没有盈利 那离岸风机的相关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离岸风机的话也是有风险 你看它执行力如何 就是说它到时有没有办法完工 也没有办法完工 我们是寄以后望 但是看起来有这很大的风险在那里 因为我知道 目前我们看到的公司大概这样 一开始有一些可能 大家看好嘛 所以价格会飙涨 但是很多为了降低风险 很多的卖到一半以上都转手了 所以这个也是将来的大问题 你有承诺 是先手有承诺 但是我现在去接手的人 后接的人 他是不是要能够keep他的承诺 也是个问题 反正这个政策 我是觉得将来的法律纠纷很多 要执行有困难 而且绝对是必打一力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你要去观察 这些他有没有赚钱 然后他完工的情况怎么样 这很重要 那节电的部分 节电的话 有一些这个电子业 做得蛮好的 大概都是谈到节电 大概都会提到这个公司 我不能不要讲这个名字 社会的形象也蛮好的 主持人也蛮让人信 这种公司我记得还不错 相对来讲 你看最近像半导体股大跌 这些公司 这家公司或这些公司 股价还蛮稳的 我是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那我们最先讲到那个除电的话 除电比较具体的项目是什么 大概电池吧 电池类的 所以然后而且是不是电动车电池 也可以啊电动车也是相关的 电动车也是一种除电嘛 就是相关的电力储备的部分 其实都也是可以蛮可以考量的 因为大家现在想说完蛋了 买什么跌什么 最近跌好惨台币跌很多 所以相对的股市也跌很多 我们在周庭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这一组 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 水神乌滑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